2022年6月 三養發表了全新敵決業務 在配備方面 它做到了命面俱到 可以讓你應付生活中各種大大小小不同的場景 但是最讓人津津樂道的 還是它搭載了全新的AMIS 硬性系統 可以做到每公升63.9公里的變態級油耗 那很多人就會好奇 三養到底是透過什麼樣的方法 來做到這樣的油耗表現呢 所以今天我們會透過這支特別企劃影片 來為各位解釋AMIS引擎所帶來的各項優勢還有特點 但是為了避免內容太過堅設複雜 請讓我們的翻譯員克里夫3 來為大家做簡單的翻譯 大家好 我是陳時小航軍克里夫3 是的 今天我會在這邊原因很簡單 將引擎記住 如果你講的不夠細 大家會覺得不專業 好像沒有講到東西 對 但是如果你講的太細了 大家會覺得無聊看不懂 那再加上國軍本人講話 他就是每次講這種專業 他就展現我的專業形象 他講話會有點 就是突突突突 裝了就一樣的 我直接用最簡單直白的方式來翻譯啦 保證大家聽完一定看得懂 聽得懂 好不好 這是全新的山羊AMIS引擎技術 它有三大特點 分別是 高效能燃燒 最佳散熱 還有最佳出力 簡單來說就是使油耐超 跑得快 是沒錯 無法反駁 那首先 這次我們先來講高效率燃燒 首先山羊將氣缸頭的面積減少了10% 可以有效的減少能量的損失 提升引擎效率 加上進氣道的修改 來優化氣流的方向以及流速 使缸內勞動提升50% 可以讓燃油的物化效果更好 達到高效能燃燒的目標 同時減少污染物的產生 相當詳細 但簡單一點來說 這個引擎燃燒式呢 變小了 油氣混合方法也變好了 那自然就會更省油更環保了嗎 是這樣說明 就是這樣好不好 那還有什麼特點 好那接下來透過雙火星塞 一時點火系統 能讓氣缸內的油氣更加充分的燃燒 搭配剛剛我們所說的燃燒式設計優化 可以讓引擎在各個轉速域 都可以達到很高效率的燃燒 進而降低了14%的油耗 以及30%的污染物產生 就是說齁 火音塞一顆不夠 就給你兩顆 把你這個火頭燃油氣 燒得乾乾淨淨的 完全不浪費 所以他才有辦法做出 一公升汽油跑63.9公里的 高效率油耗表現 是這樣解釋嗎 是不是簡單多了 是 好再來剛剛講的這個高效率燃燒 接下來散熱部分也做了加強 有什麼樣的加強 好這次三陽江氣缸的散熱器變做了 重新的調整 依照進氣溫度和排氣溫度的不同 稍微縮小了進氣端的漆片 以及加大了排氣端的漆片 並且做到護部干擾的效果 可以有效減少25%的氣缸熱膨脹率 就是它的散熱漆片有修改 但不是亂修改 該大的大該小的小 引擎就會變涼快 控制在合理穩定的工作範圍之內 那自然就不容易出包了 就這麼簡單嘛 是 是 是 另外為了可以讓引擎更完整的散熱 它特別在氣缸的下面 增加了一個機油噴射油道 讓引擎在運作的時候 可以將機油直接噴漸在活塞的下方 促進活塞的散熱 同步降低活塞的溫度以及摩耗 讓引擎有最穩定 最可靠的運轉效率 這個呢其實就像風扇跟雪冷扇的差別 假設現在風扇開了很涼 但是你覺得它真的還不夠怎麼辦 簡單 我們就加點水 那同時風扇又這樣灑 就這樣弄 本身感覺更涼快 更開心 是不是很涼快 有點冰啊 好這是散熱部分 那再來有好的散熱 動力部分呢 這次活塞的部分呢 它使用了低張力的活塞環 來降低活塞和氣缸之間的摩擦力 並且加入偏置式曲軸 可以讓引擎的運轉更省力 那在兩者互相加乘之下呢 可以讓引擎的總張力下降40% 可以有效減少引擎能量的耗損 這就好像說我今天看到你 欸我想忽然給你一個極拳 你為什麼要忽然給我極拳 我想讓你更痛更有感覺的話怎麼辦 我沒有時間去做重訓 我力氣不提升 可是只要我的空氣阻力變小 我出拳這個過程中阻力變小 我就可以運轉得更順暢 就是這樣的感動 就是這樣的感覺 那除了降低阻力之外還有 氣門證實和禁排氣有做了優化 讓低速扭力比上一代的Clean Power引擎 提升了9.3% 來到同級車最大的1.06公斤米 並且擁有最佳的9.4匹馬力 這個有稍微那麼一點點的聲音喔 但是如果簡單來講 你可以看到有時候 有一些所謂的超級跑車 幾百匹的馬力 然後幾十公斤米的扭力 可是它都把它轉出去設定的很高 就說你要很用力的騎 你才可以得到這樣的能量 但是我們這次全新敵捲 Amiz引擎 它就是讓你在低速 你剛起步出去的時候 就有很好的扭力發揮 所以不管你今天騎快騎慢 你怎麼樣騎 它都是很好騎很順暢 很有power的 是是這樣說沒有錯 不用講那麼複雜 有時候簡單一點 好了講那麼多 關於引擎技術的部分 接下來你回歸到一個專業的角度 是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對於這顆引擎的看法 我覺得總結來說 這是山陽和金兵合作的 Amiz引擎系統 它採用台灣白牌蘇格達 手機的雙火星塞 翼石點火系統 來達到了 132 並且把引擎所需 132 並且把引擎所需的所有條件 做重新的設計與優化 來達到高修能燃燒 最佳散熱以及最佳處理的三大特色 各位這個很明顯就是 講過的又重複了 總結來說 重點在裡面 總結來說 就是 它有這三大特點 它有全新的引擎技術 可是重點是 它把所有運轉過程中 不管是零件 它的製造的品質 它運轉的品質等等 都把它盡可能的優化 所以它才可以達到 這麼好的引擎工作效率 沒錯 這樣是講不清楚嗎 你這麼講也對 好那再來剛才是引擎部分 那對車你自己有什麼看法 一樣用專業的角度 好好地分析一下 這一次我覺得 山陽相新的技術 搶先導入到 新敵決EU這樣的國民車款 其實顛覆了一般人 對於國民車 只要便宜就好的 這個刻板印象 那這個事情其實是 非常有誠意的 那同時也有反映在 它的銷售成績上面 所以我覺得它在未來一定會 徹底地改變台灣國民車的順害 年輕人還是比較官腔一點 你不敢講我來講 簡單來說就是 你要便宜是不是 給你便宜 我還給你新技術 想不到吧 不只消費者想不到 其他車廠也想不到 你看 燒得措手不及 連續兩個月銷售冠軍 整個上半年同盡下來 現在三養已經變成台灣的 白白蘇克塔銷售第一了 是 不得了啊 所以這個其他車廠要加油了 加油 真的端出好菜了 好不好 好來 那最後 其實我這次我很高興 可以看到三養把全新的技術 不好意思 我聽到這種官腔的說法 就覺得很開心 好來繼續 這次其實我很高興三養把 再次導入新的技術 到他們的車款上 那我們也很期待未來 他們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推出更多不一樣的車款 那以我們這邊來說 我們也會做好相關的報導 讓大家一起見證新時代的到來 裝模作樣 簡單說就是喔 欸車真的做不錯 要買的趕快去買 然後喜歡我們影片的 點讚分享訂閱 就這麼簡單嘛 直接一點好不好 好啦 這個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 針對AMIS引擎的專業技術解說 是的 雖然吞吞吐吐吐的 但是又講出它的重點 跟設計的原理 另外有簡單直白的翻譯 希望大家都能夠理解這顆引擎厲害之處 沒錯 那當然未來如果有更多相關技術的話 一定會做成影片跟大家分享 是的 好 我是小三 我是郭君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